大家好,我是珍妮,今天我与联合国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上转了这段视频。 这个视频是为了庆祝联合国的中文日,就是他们在国外的第一个语言节。 你们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最近就是了很多我在中国时的所有镜头, 所以这段视频会包括我的粉丝和朋友们和观众的镜头为特色。 我非常感谢每一位给我发来他们在中国去过的地方的照片和视频的人。 我很高兴能在这支视频中和大家分享你们发给我的视频和你们的回忆。 这支视频的主题就是春天。 我希望你们能感受到我在这段视频中想传达的信息。 再次感谢你们的收看。 春天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随心所欲,什么都可以做。 这是一个代表着成长和单身的季节。 春天让我们充满动力,到处都有灵感,快乐就在空气中。 我们就像春天的花朵,好奇心也能让你绽放。 好奇心是帮助人们和社会成长的根源。 幸运的是,世界上有很多好奇的人。 他们对社会基本构成充满好奇。 他们也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可充满着好奇。 自从我三年半前开始学习中文以来, 我尝试着走进大家的脑海,了解大家的观点和思维方式。 这其中包括来中国朋友们,以及次世界各地的韩语学习者们。 对于这些人理解其他文化和其他思维方式, 好奇心是不容忽视的。 学习和好奇的过程真的让人感觉像是一个无尽的春天。 不断地在我们自己身上绽放,希望在流离的表达中蓬勃发展, 并且理解文化本身。 即使雨水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是坚定的。 这是一种美,就像一个生长的季节。 不确定夏天是否会到来, 但我们正在欣赏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温暖和幸福。 但这段经历令人鼓舞。 在过去我很幸运, 地球的春天赐予了我一些最珍贵的经历, 只是这些经历丰富了我。 2018年春天,我准备了一次旅行, 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会改变我的整个未来。 那是我的一次准备去中国, 我去了哈尔滨学中文。 当时我专注于探索和尝试新事物, 最终我非常感激。 很难理解我到现在习惯了多少新事物, 例如在如此繁忙的市场里航走, 以不同的方式过马路, 人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和热情。 这次旅行,我学到了行为和耐心。 2019年春天,我又去了中国。 生日那天,5月8日早上7点, 我踏上了飞机, 踏上了另一段旅程, 这段旅程坚定了我对未来的日情和决心。 在这次旅行中, 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内心幸福感。 我没有意识到这将成为我的一切。 这次旅行让我学会了先顺、 学心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那不是我打算去旅行的最后一个春天, 带着所有的希望, 我希望再次踏上旅程。 很难说这次我将学到什么, 但我希望, 只是我可以和你们更多的分享, 这样我们可以一起体验。 人们误解这种强烈的欲望和激情, 是很常见的, 我相信你一定也感受到了。 说实话,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 不确定这是正常的, 而对后悔的担忧可能会占据你的头脑。 但当你渴望这样的东西时, 这几乎是神奇的。 因为现实是很少有人能在这一生中 找到自己的目标或活化。 我们需要继续前进。 我的关键是, 随着我们成长, 我们不禁在适应社会, 而且我们也在锻炼自己努力, 保持好奇心。 我们可以绽放和繁荣, 成为最先进和最美丽的自己。 毕竟使人们组成了社会。 对我来说, 这就是真正的春天。 欣赏, 决心, 耐心, 还有, 好奇心。 就像春天的来来去去, 我们也会改变。 这是很自然的, 不是吗? 感谢联合国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对春天含义的理解。 也感谢我所有的朋友和粉丝为我提供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回忆的人。 这段视频中的镜头都是你们的功劳, 谢谢。 中文你好, 谢谢中文日, 祝福中文日, 明年再见。